许多民众都习惯用中药材进补养生 而日前有中药诊所在脸书上 就po出了关于四五汤 中药引发子宫肌瘤增生的文章 这文章一出 各大媒体也都是真相报道 因此是引发了各界讨论 26号这一天 中药公会就带领着上百位民众到诊所抗计 他们不满医师 为言耸听 让中药被污名化 认为中药材的使用 还是要看个人体制而定 而现场也出道了数十位简历 场面紧张 而诊所则认为是观点上的不同 不愿撤销文章 民众高举牌子抗议表示不满 抗议洪信医师在脸书上 po出关于四五汤 容易引发子宫肌瘤增生的文章 甚至说十全大补汤 简直是旗舰版的肌瘤催生工具 引发各界喧哗 这天中药公会就带领着上百位民众到诊所抗议 在网路上 这一篇文章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其实主要这篇文章的真结点 最大的问题就来自于 他把十全大补汤 甚至很多的食补药塞 把它贯注在子宫肌瘤最大的 他把它污名化了 认为子宫肌瘤都是因为 十全大补药塞所造成的 如果你有特殊体质 我在这边讲 因为特殊体质 糖尿变高血压有其他 你要吃补品 你真的是需要经过专门人员跟你解说 那如果你身体是OK的 是很健康的 你要吃任何的一样的药膳食品 甚至中药的养生 那都是OK的 没有问题 不满医师为言耸听 让中药被污名化 上百位抗议群众群情激愤 警方也在现场出动数十名警力 常面紧张 中药公会要求诊所要撤下文章 不该让民众混淆 而诊所则认为是观点不同 不愿意撤下文章 那这样的论点 这样的观点 它不是唯一 也不是罪心 所以与其要我们撤下这篇文章 我倒是建议 抗议群众或者是 不认同我们观点的人 人用一个更宏观的态度 去看待不一样的观点 中药公会表示 药材的使用还是要看个人体质 不能一概而论 希望民众选购时能够多方参考 并且向医师咨询才最准确 而随后中医诊所也在网路上 PO出相关文章 表明自己是站在呼吁民众用药安全 药补和药膳的饮食文化 将因为有专业医师的把关而相得益彰 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导 安全第一关